羊 procent 弟兄姊妹 奉主的名向大家问安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子山 欢迎大家收看《圣经好听》这个《茶经》节目 愿意每集花十分八分钟的时间 与我们一起查好圣经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 希望这个《茶经》节目 能够提高大家对读圣经的兴趣 值此对我们的信仰认识更深 我们刚刚查完《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 他将神的爱描写得既细利又深刻 接着你想查哪一卷书呢? 当然是约翰二书 然后就是约翰三书 没问题 当我们查约翰一书的时候 已经提出过一些证据 证明司徒约翰是这一卷书的作者 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资料 约翰曾经被放逐去到拔摩海岛 在他被释放之后 回到尼尔佛所 住在那里的附近 当时是第一世纪的九十年代 约翰先写完约翰一书 之后他写了约翰二书 成书的时间大约是主后的九十至九十九年 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都被称为约翰的书信 他们没有提过写信的人的名字 这一点和新约圣经里头其他的书信很不同的 无论是保罗的书信 亦或是彼得的书信 雅各书甚至尤大书 都很清楚指出写信人是谁 那我们就不用猜猜一下 李卷书和约翰福音 甚至约翰一书一样 都没有清楚指出作者是约翰 不过他比较好一点 因为在信头的地方提供了线索 约翰二书之后一章的经文 他的一节到三节是这封信的起头 格式和当时希腊人写信的方式一样 提到写信人、收信人和一些祝福的说话 我们先看第一节 《约翰二书》第一节 作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写信人介绍自己是长老 长老这个称呼 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当中 很早就已经出现 通常是指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社区领袖 他们的年纪不一定是老 不过就被公认为有权威和有声望 还记得当我们查《路德记》的时候就提过 当邦亚斯去城门口 找路德那个至近亲属的时候 找了城中十个长老做见证人 相信约翰二书一章一节所讲的长老 不是这一类人吧 应该就不是了 约翰二书提到的长老 是指那些在教会有职责的人 在主耶稣復活升天之后 师徒就承担起全福音的责任 为復活的基督做见证 并且建立教会 及至师徒时代的后期 他们的工作性就有所改变 担当起牧养教会的责任 被称为长老或者监督 写约翰二书的人说他是长老 那都不能够确定他是约翰的 不如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约翰有没有可能称自己是长老 跟约翰同一时期 背份也都差不多的彼得 他两个都有仕途的身份 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 彼得前书一章一节 我们又看看彼得前书的五章一节 彼得前书五章一节 我借作长老 作基督受负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 肯定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仕途彼得 来到彼得前书的五章一节 他又称自己是长老 还劝那些跟他一起做长老的人 由彼得的自我称呼可以推断 当时的仕途也承担起牧养教会的责任 被称为长老 所以跟他有同样身份的约翰 称自己是长老 一点都不稀奇 就算我们接受你的解释 当时被称为仕途的都有很多位 这样怎样才可以确定 写约翰书的长老就是约翰呢? 不是我 而是圣经学者确定 写约翰书的是仕途约翰 他们首先确定 约翰一书的作者是仕途约翰 你又怎样? 当我们查约翰一书的时候 已经很清楚地解释过 至于约翰二书 它的用词和语气 与约翰一书很相似 建议大家将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一节 与约翰二书的第五节 做一个比较 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约翰二书五节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对啊 两处的经文都强调 彼此相爱不是一条新的命令 再跟大家举多一个例 当我们读约翰一书四章三节 与约翰二书第七节的时候 就会发现 作者对 敌基督不认耶稣是基督这一点 描写得极之相似 而敌基督 还是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 独有的用词 约翰一书四章三节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约翰二书七节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的基督的 根据以上的经文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的作者 都是使徒约翰 这封信的收信仁也很特别 是蒙简孙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还是约翰诚心所爱的 我想给大家想一下是谁 等到下一集才跟大家解释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茶经》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新约圣经的《约翰二书》 在上一集我们分享了《约翰二书》和《约翰一书》的关系 也引用这两卷书一些经文 证明他们都是仕途约翰写的 当我们研读约翰二书第一节的时候 解释过为什么约翰会称自己是长老 这封信的收信仁很特别 是蒙简孙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还是约翰诚心所爱的 究竟他们是什么人呢 我们通常称结婚的女士做太太 不过在这里太太并不是一个人 在《和合本圣经》 太太的后面有一个括弧写着 太太或作教会 所以 我知道了 收信仁不是一位太太 而是一间教会 根据这个逻辑 太太的儿女就是指教会的信徒 经文还指出 不单约翰全心全意爱这间教会和他的信徒 所有认识真理的人都爱他们 为什么约翰要说得这么隐悔呢 相信是为了顾及这间教会的安全 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 教会面临逼白 所以约翰不愿意直接称呼这间教会 以免他们和他的信徒会受到逼白 这个做法有点像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故意用当时已经不存在的巴比伦城 来到代表当时很兴盛的罗马城 为的是要保护在罗马的教会和信徒 你的推理十分之好 我们继续看约翰二书的第二节 约翰二书二节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约翰清楚表达出 他们收信人有非常真诚的爱心 为什么约翰会强调 他对收信人的爱心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呢 这个说法表示 约翰对他们的爱心 并不是感情用事 或者一时间的冲动 这份爱是有真理作为根据 至于是依据什么的真理呢 或者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和十一节 尝试去找个答案 约翰一书四章十和十一节 由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约翰根据的真理是 神先爱我们 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 甚至牺牲他的儿子 来救赎我们免受惩罚 而我们就在神的这份 这么伟大的慈爱底下 学会彼此相爱 这种爱会充满力量 并且能够持续下去 一时冲动的爱可以是轰轰烈烈 但是就未必长久的 而神对我们的爱就永远都不会改变 如果我们根据神对我们的爱 去爱教会和爱弟兄姊妹 那自然就会可靠和持久了 我们曾经说过约翰二书的一节到三节 是这一封信的起头 除了很含蓄地介绍了写信人和收信人之外 还有一些祝福的说话 记住在约翰二书的第三节 约翰二书三节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保罗书信和彼得书信开头的祝福 就会发现他们都是用愿作为开始 以表示一种期望 不过在这里 约翰并没有用愿去开始他的祝福 而是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对这个说法 紫珊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约翰的祝福不是一个意愿 而是一个保证 他要收信人知道 这些祝福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如果当时的教会和信徒正是受到逼迫 这个保证会为他们带来安慰和力量 紫珊你的领悟十分之好 既然这一段祝福是一种保证 而不是单单一个愿望 那我们就应该研究一下 约翰讲这段祝福的深层意义了 在表面上 因为是希腊人很喜欢用来祝福其他人的说话 没什么特别 不过 仕途就将他加了一些新的意思 这里的恩惠是特别指由父神 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 那就是直接指向我们白白得到救恩了 完全正确 至于怜悯是神的其中一种属性 特别是神向人表达出来的同情和帮助 这一点使我想起当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 每次看见人的需要就怜悯他们 宁愿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都要去帮他们 主耶稣甚至在安息日医病 赶鬼 行神职 被法利赛人刁难 他完全不理 亦都不介意 当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 的确将神怜悯人的心肠 很具体地显露出来 被人清清楚楚地看见 至于平安 亦都是犹太人很喜欢用彼此问候的说话 不过约翰强调 他所说的平安 是来自父神和耶稣基督 世人所求的平安 大多数都是为了消灾解难 无病无痛 食得分得 求无非是为了心安理得 不过神所赐的平安 不在乎外在的环境 亦都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神所赐的 就是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就正如《肥立比书》四章七节所说 神所赐出人以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基督徒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 还包括罪得到赦免 这种平安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使人和神之间 恢复和好的关系 再不需要惧怕将来会受到神的惩罚 罪恶的控诉和良心的责备 会令人寵食不安 但是感谢主 我们可以藉着应罪悔改 得到神的赦免重申得力 在祝福里头 约翰提醒信徒 真理和爱心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 不顾真理的爱心是力外 相反 如果神只有真理而无爱心 那么全人类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真理和爱心并存 是绝对有必要的 而约翰向信徒的保证 突显出神独特的恩惠 怜悯和平安 事上与他们同在 的确是很有意思的 好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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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收睇 《圣经好听》这个《茶经》节目 和我们一起查《约翰疑书》 在上两集 我们研究过这卷书的一些背景 也查过最前的三节经文 提到写信人、收信人 和一些祝福的保证 今集 我们会开始查这卷书的内容 经文的四节到十一节 包含了两个主题 第一个在四节到六节 讲到彼此相爱这道命令 第二个主题在七节到十一节 约翰指出要提防错误的教训 这两个主题当我们查《约翰一书》的时候 已经查过了 或者我会这样说 《约翰二书》是《约翰一书》的缩影 这两个主题对当时的信徒是非常重要 所以又必须要一再提出 无我否认信徒之间彼此相爱 和防御错误的教训 不但对当时的信徒很重要 就算对现今的信徒也是一样的 我们开始查《彼此相爱》这个题目 一起看《约翰二书》的四节到六节 《约翰二书》四节到六节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 就甚欢喜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日开始 约翰赞这间教会的信徒 照着信徒所传的真理行事为人 约翰还特别强调 他们进行的真理 是从父神而来 而不是试图编造出来的 这一点令到约翰很开心 当时异端横行 对信徒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间教会的信徒 能够持守着从神而来的真理 的确是不容易的 亦都是难能可贵 在上一节的经文 当约翰讲足复说话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过 真理和爱心必须要并行 可能这间教会的信徒 在爱心方面 未能够做到彼此相爱的要求 所以约翰再次提醒 彼此相爱的重要性 约翰再次强调 彼此相爱 不是他作出来的新命令 而是使徒直接由主耶稣那里领受的 相信使徒在开拓教会的时候 一定会宣扬神的大爱 然后劝勉信徒 效法主的爱去彼此相爱 很明显 当时的信徒 虽然在进行真理上令到约翰很开心 但是彼此相爱就有所不足 令到约翰有些不满意 林斌啊 有没有真理和爱心并行的例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有 奴家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和一个少年观的对话 一起看十八章的十八到二十三节 奴家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有一个观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戒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当后敬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就说 你还缺少一见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仇 因为他肯腐足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 形容这个人是少年的有钱人 所以他可以画的是一个少年的观 你个人守住戒命遵行真理 但是就缺乏爱心 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他做不到 即是说他没有爱人如己 或者没有爱人的心 他要跟从耶稣 就觉得忧愁 即是说他没有爱主的心 对基督徒来说 这些的确是很好的提醒来的 我们亦都要时不时自我反省 在进行神的真理和彼此相爱 这两方面 有没有同时并进一起增长呢? 在讲完彼此相爱这个话题之后 约翰接着来警告信徒 要提防全错误教训的人 和他们的教导 记在经文的七至十一节 我们先看七和八节 约翰二书七和八节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欲生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的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作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词 正说那一段经文 是根据中文和合本圣经 读给大家听的 一开始的时候 有因为这一个连接词 而大部分其他的中文圣经 译本都是没有的 前文提到彼此相爱 如果第七节开始的时候 有因为 那表示彼此相爱 和对付迷惑人的敌基督 有一定的关系 也都有正面的帮助 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肯定就不是鼓励信徒彼此相爱 相反他们会分化信徒 而且可以逐个冲破 敌基督除了在信徒当中 制造纷争之外 中传错误的道理 这些错误的道理 在我们查约翰一书的时候 已经分享过 现在就再不重复了 鼓励弟兄姐妹 看圣经好好听的约翰一书 在约翰二书的第七节 若翰特别提到其中的一样 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不承认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这个错误的道理 的确害人不浅 也是危害最深的 耶稣基督是神 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因为这样才能够代替世人 接受犯罪带来的刑罚 使全人类因为他的代死 而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没有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为人类受死 完成一次过的赎罪制 人类早就已经注定灭亡了 由《中文圣经》译本 将约翰二书第七节的 《迷惑人的》 翻译成为《骗子》 或者《欺骗人的》 这类骗子不单在初期的教会出现 时至今日普世教会 仍然有这种人的存在 是啊 现代的二端邪说 有更好的包装 简直就是包着唐衣的毒药 他们的本质无变 仍然是以错误的教训去迷惑信徒 好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查完整卷若寒移书 顶姊妹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茶经》 再见 再见 奉基督的名向大家问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山 好高兴见到大家 和我们继续查《约翰》移书 《约翰》移书有两个主题 就是彼此相爱和提防敌基督错误的教训 彼此相爱的经文 在4-6节上一集已经查过 至于提防敌基督错误的教训 是经文的7-11节 在上一集我们查了7-8节 提到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道成欲生来到这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9-11节 《约翰》提醒信徒 千万不要接待全错误教训的骗子 《约翰》移书9-11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门那里 不是全者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约翰》指出 这些全异端邪说的假教师 并没有完全否定基督徒的信仰 他们之所以能够骗到信徒 是因为在信仰上 他们将内容有所删改 或者加严加操 就好像第九节的经文所说 越过基督的教训 他们用一种似是而非 或者以假乱真的手法 来迷惑人欺骗信徒 还记得当时相当流行的 异端洛斯底主义 将一部分基督徒的信仰 和希腊哲学 还有东方神秘宗教混在一起 他们不认为可以靠 耶稣基督的救赎得到救恩 而是要藉着他们所提倡的神秘智慧 才能够得救 这个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 约翰责被这些人没有神 即是心里头没有神的存在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唯有透过相信和接受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才会得救 就正如《仕途行传》的四章十二节所说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也提到 使徒彼得曾经警告那些没有学问 凭着自己意思乱解释神话语的人 是自取沉沦 这个后果相当严重的 基督徒一定要和这种人 或清界线之得 在约翰二书的十和十一节 约翰勸戒信徒 千万不要接待那些 全错误教训的假教师 也不要向他们问安 问安有接纳的意思 第十节的经文说 不要接他到家里 相信接不是来家里坐下 或者吃餐这么简单的 而是在这里住 在初期教会的时代 旅行的人不容易找到住宿的地方 所以仕途一直都鼓励信徒 要乐意接待由外地来到的全道人 和主内的肢体 接待外边来的全道人 和主内的弟兄姊妹 是执行彼此相恶的命令 本来就是好事 本来就是 不过信徒仍然需要在真理和爱心之间做个平衡 如果信徒没有足够分辨的能力 正是凭着爱心 开放他们的家庭 有些传异端邪说的人 似乎经警觉到基督徒对他们有所防范 所以不会一开始就传错误的教训 而是首先以爱心去感动人 在得到接纳甚至信任之后 才传讲歪理 有些根基比较浅的信徒 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 接受他们所说的 还觉得越听越有道理 如果真是发生的话 其他的弟兄姊妹 就应该用神的话语 即是圣经 去指出这些人的错误 以真理去驳斥他们的谋误 无论如何 对这些全异端邪说的人 最好就保持一段距离 以策安全 至于教会的牧师传道人 甚至掌路执事 如果发觉教会有人在传异端邪说 应该立刻行使教会领袖的权兵 加以阻止 我知道有很多教会 不容许外边的人 甚至弟兄姊妹随便去派刊物 或者宣传品 除非得到牧师的同意 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之好 为了传福音 很多教会都会举办一些活动 不过在参与之前 一定要搞清楚主办机构的背景 讲完是哪个等等 千万不要只看表面 就随便推荐给弟兄姊妹 这些资料 现在上网查一下 很容易 一点都不困难 还有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的驱使 以为自己去听一下无妨 结果就上当 我们必须要明白 魔鬼撒旦是无孔不入的 在不知不觉间 就会影响你对基督的纯正信仰的 好 我们查埋约翰二书最后的两节经文 是这一卷书的结语 约翰二书十二和十三节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那蒙简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这封信结尾的写法 很符合当时写信的格式 一方面提到写信人对收信人的挂念之情 而另一方面 也帮其他人向收信人问候 这封信的结尾 还很有人情味 在第十二节 有一个字是很特别的 在其他新约圣经的书卷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紫山,你知道是哪个字吗? 我先看看 是纸墨的纸字 是的 约翰当时是把封信写在纸上 而不是惯用的皮卷 这里提到的纸 是爱及人用蒲草做的纸 当时也很贵的 听说这种蒲草纸的大小 正好足够写约翰二书的内容 约翰二书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卷书 约翰会不会是因为想省钱 将封信用一张蒲草纸写完就算 其他的事就等到见面才再说呢? 应该就不是了 当我们查约翰一书的时候会发现 约翰有一种不厌其凡的习惯去解释真理 重复又重复 所以当他写约翰二书的时候 绝对不会草草了事 更何况约翰二书的结尾 可以说得是中规中矩 完全没有匆忙结束的意味 都应该是的 有些东西在约翰二书都没有提 可能是因为约翰想和信徒当面说清楚 那是比较适合 当然约翰是很希望有机会见到他们 信徒的心态也应该是一样 很想见到约翰 所以十二节最尾的一句说话 就是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那什么是喜乐满足呢? 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 将它翻译成为 好让我们的喜乐满日 很明显 约翰和他所目用的教会是互相挂念的 在这封信最后的地方 约翰帮他当时所在的教会 向收信人的教会文案 写这封信的时候 约翰应该已经很老了 但是他除了愁怒清晰以外 还心爱信徒 语重心长地劝他们要彼此相爱 的确是名乎其实爱的使徒来的 我们查完约翰二书了 希望帝英姊妹在读完这封信之后 不单在真理知识上掌进 更加努力操练彼此相爱 使神的心感到满足 帝英姊妹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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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